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3月24日 已經是 星期五 香港的醫療問題 其實 也是 很多香港人關注的事 比起大陸 香港醫療當然很好 不過原來 如果比起東南亞兩個國家 起碼香港醫療就和你爭得遠了 一個叫馬來西亞 一個叫泰國 因為我最近有個朋友告訴我 他 做生意的拍檔 也是有感染到癌症 前列腺癌 或是鼻咽癌 或是其他人癌 鼻咽癌 香港可以說是number one 因為醫得多 但是其他很多 不同的癌症 香港醫療就很貴 高臨醫院要排兩年 結果很多人都選擇 去泰國 或是馬來西亞 上次我去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有一位老友 一段時間跟我們保持著聯絡 那天我跟他 見面 他就說 他去到馬來西亞 做手術 開胸的大手術 在香港 當時問過要200多萬 結果去到馬來西亞 15萬搞定 當然要節省很多錢 剩下的錢我們要花 節省 節省的節省 不單止是這樣 另一位朋友也說 香港要排期太久了 結果去了泰國 這兩個國家的醫療水平 當然是 私家醫院 遠遠 不會比香港差 甚至乎比香港好 價錢便宜很多 香港的十分一 甚至乎更低 香港 我們一說起這件事 網友就爆發了公立醫院的壞事給我們聽 我們也覺得 很值得 告訴大家 因為香港的公立醫院真的是千瘡百好 充滿著很多壞人 當然也有很多好的良心醫護 但是經過一場時代革命 良心的醫護 有良知的人 基本上 都走了很多 剩下很多人渣在香港 這就是香港為甚麼如此慘的原因 這就是香港為甚麼如此慘的原因 網友就說了香港公立醫院千瘡百好的故事給我們聽 我們有幾個 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說之前 希望大家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亦希望大家可以試一下用免費模式 經濟 不好的朋友 沒有所謂的 一樣我們不一定要大家付錢 大家幫我們無限率點擊廣告 幫我們用手動的方式 亦都可以 支持到我們 多謝大家 首先 第一個故事 公立醫院的醫生 原來有些不懂得看報告的 她是一個親戚 四十多歲 最近經常肚子 所以去了大埔 單數公立醫院照搶 她 住了一個禮拜醫院 醫生說她沒事的了 沒有啊 醫生很肚子痛 怎麼沒事啊 她仍然肚子痛 於是她肉赤一點 去私家醫院照 結果 發現她有腸癌 你有沒有搞錯 公立醫院醫生告訴你沒有事 但是私家醫院一照 就有腸癌了 這位私家醫生 打開她的意見通 就說 Tex做完之後 什麼comment都沒有 究竟蘭丹素醫院那些醫生 是不是不懂得comment 還是不敢comment 還是不comment 原來 他裏面的報告 簡直就是有問題了 建議當然是有問題了 叫他為你 查清楚 可能是有些 性慾或者有些癌症問題 但是那個醫生說他沒事 就是說 公立醫院那個醫生是不會看報告 完全是不會的 究竟是什麼事呢 大意 故意 玩東西 還是真的沒有能力呢 這個問題很嚴重 人家有cancer 你也說他沒事 你是不是害死人了 大家知不知道呢 cancer其實是有得醫的 如果cancer在頭一兩期發現的話 其實是可以通過治療 改善飲食習慣 尤其是大腸癌 大腸癌的成因 大部分都是來自飲食習慣 鼻咽癌 很多時候 可能是遺傳 但是也是關於飲食習慣的事 為什麼我剛才說 鼻咽癌 香港是Number 1在全世界 因為鼻咽癌又稱為廣東樓 即是廣東人 很多鼻咽癌的案例 所以香港 醫得多 受成為世界性的專家 原因可能是跟業製食物有關 咸魚 人們說咸魚吃得多就有鼻咽癌 當然這個是比較冷凍一點的說法 不一定 不過 其中有部分的案例 是來自這些業製的食物 所以廣東人很多人吃這些業製的食物 導致 有部分是患出鼻咽癌 所以 被咽癌又稱為廣東樓 所以香港 是這個 被咽癌的權威 當你如果一早有些症狀 症狀 症狀的時候 你就會去改善你的飲食習慣 是有得醫的 不會死人的 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是 因為 我們身體上面有兩個器官 它本身沒有痛楚神經 一個就是肝 另一個就是肺 所以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器官 這本身是不懂得痛的 這兩個器官 這本身是腐爛的 比咽癌的 使得週邊旁邊左右的器官 被別人威脅到 one of those Allые 因為本身這兩個器官是不會痛的 其他腎 心臟各方面也會痛 你這個器官壞死了 或是裡面腐爛 結準流浪 發炎 影響到你其他的器官 很痛 直到你感到痛 其實 已經是四期沒得救了 已經要打包了 準備生後事 所以 這些醫生 人家照顧有肚子痛 已經是有問題 還是沒有了道 這些醫生是不是害死人呢 這是第一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 是他的親人 他媽媽 70多歲 住在大埔醫院 也是肚子痛 水腫 醫生 跟他照顧X國 又說沒事 現在的公立醫院醫生 根本是不得了 根本是你有沒有搞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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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是你很明顯 好的醫生都走了 留下垃圾 好了 然後他說 所有的老人家 一陣子是穿尿片 現在公立醫院 鵝青不夠人手 所有老人家進醫院 都要穿尿片 大小異變 都要在床上 不准下床 差在 還沒有把他們綁手綁腳 很慘 有老人家在香港 基本上是一種溫慾 好了 他說他媽媽也是一樣 穿尿片 總之你在這裡 不准走 醫院說怕老人家跌倒 每次 醫院的阿嬸扶老人家去廁所 後來乾脆 就放了療盆在床邊 不過阿嬸又要幫他們倒 又怕打射 又要阿嬸抹地 所以為了省工夫 為了省工夫 不想做醫護的事情 就叫老人家入屎片 用屎片 療片就完成了 好了 最大的問題是 阿嬸 三、四個小時 才幫老人家換療片 是不是 屁股都說得爛了 還有 那些阿嬸 那些護理員經常偷療片 看到家屬帶了chip牌子的療片 例如 屈臣屎 萬寧牌子 說這些牌子不好的 買一些貴一點 老人家可以舒服一點 結果他們就買了一些漂亮的 過百元包的 加日再探望老人家 兩包都沒有了 他問老人家 醫院阿嬸一天幫你換多少次片 老人家回答 一天換三次 沒理由兩包十八片 那麼快就用了 結果 那些貴價的療片 就沒有了 被阿嬸偷了 只剩下一些垃圾 只剩下一些便宜的 萬寧牌子 沒人要 所以 他以後也不會再買那些貴的給老人家 因為阿嬸偷來 也是拿去賣 那麼糟糕也有給阿嬸 這些要全家截資 好了 他們當初 因為 很多人 不知道原來進去要自己自備療片 他不是他幫你準備的 是叫你自己自備 當你用那些簽牌子 他就罵你 這牌子不好用的 那你沒有了 那怎麼辦 人家就借了那些療片給你 借了給你要還的 當你還了那些簽牌子 他就罵你了 很明顯 他們就叫你買一些貴價的 待會就拿去賣給人 現在 阿嬸已經想了這些東西 連這些療片也要偷 好了 現在醫院的這個療片政策 其實主要是幫那些 是不是幫療片商做生意呢 然後幫那些阿嬸 去賺外費呢 另外還有一個故事 無論病人 是不是好了也會逼他們出源 另外一個朋友報料 這個故事就是他家裏有蔣正 在22年9月 即是去年的時候 因為全身水腫 腳腫 所以 又去拿大素醫院 大埔 去到10月中旬 水腫就退了 醫院立即趕老人家出院 說回家之後 沒多久回家 老人家又水腫 腳 發黑 流血水 一直都不敢再入院 因為 之前 他也說過他很淒慘的經歷 打死我都不進醫院了 因為醫院 沒有治好老人家的病 醫院當時也沒有解釋任何原因 就趕了他出院 老人家忍了幾個月 腳一路黑 一路流血水 一路潰爛 直至今年一月 發爛 呼吸困難 打999 醫生說細菌入血 所以腳發黑潰爛 發燒發爛 如果再而誤診字 就會沒命 如果當時醫院肯醫好他 而不是就趕了他出院 他就不會有事 就不會入菌 然後 最後就是逼老人家打針 打武肺疫苗 相同的個案 這位 長者因為腳發黑 痛 還沒好 仍然是流膿的狀態 醫生又想逼他出院 因為老人家 日夜都在臥床 入院前 還可以靠腳架走路 反而入院後 每天被逼在床上 每天被逼在床上 下肢肌肉流失 很弱 弱到根本雙腳無力 越醫越弊 醫生也沒有盡力改善病的情況 只是 叫老人家送他入老人院 因為現在 香港老人院要打疫苗才可以入住 醫生好像有了昏擁 每天每天都在打疫苗什麼時候打針 什麼時候送到老人院 老人家也知道疫苗有問題 寧願不打 現在 公立醫院很努力地做 究竟是甚麼事 醫病人 他們不是很好地去醫病人 根本沒有心機去醫 反而就是每天都叫人打針 是不是好像臭勇一樣 每打一枝針 自己有分裂 香港的醫生已經去到這麼賤格 這麼沒用 所以很多人真的走 我認識很多朋友做醫護的 他說 他跟那個 有良心的走勢 留一些黑心的在香港 我們真的很痛心 現在還有很多人走不了 很多老人家 很多有病的人 結果就是遇到一群黑醫護 真的 大部分醫護是很黑的 他們是很黑心的 很多年前 我媽媽進醫院 跌倒了 也是一樣 他們 說要扶你去阿尿 就很不肯整 然後就弄你 故意 令到你很難受 我媽媽也說 打死我也不會再入醫院 寧願在家病死 也不會再入醫院 現在醫院 基本上 就是一群人渣 說起這件事真的十分不開心 也沒有辦法 如果大家有其他資料想爆發的話 可以繼續給我們 謝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